王校長 掌聲有請到台前來 我們大家講幾句話 好 請 副市長 局長 署長 最重要的是我們這次的總社長人 龔卓勳 龔教授 王校長 還有在座的各位嘉賓 各位小姐 各位先生女士 大家早安 大家好 很高興這個龔老師邀我來 參加這次的看務室 其實我還不是正式的 台南醫生大學校長 我要8月1號才是 不過我覺得 對於做一個台南人 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我從小在台南長大 那去年在談400年的時候 其實 我有參與了一小小的一部分 不過 因為我並不在這個台南服務 所以其實 也不太有太多的機會 去做任何的事情 那這次其實對外獎有很大的 自己非常的高興 因為 終於又能夠回到自己的家鄉來服務 這個 那我其實從小就在這裡長大 那剛剛王校長說 我是歷人國小 我就是在那個德慶溪旁邊 我剛剛還跟他講 學校旁邊其實跟現在完全不一樣 小時候走歷人街的時候的情景是怎麼樣 那裡面很多的小巷子 還很多不一樣 那我國中是念建興 其實又跟胡安坑溪有關 那其實我對這裡的地理環境非常的熟悉 那我高中念台南一中 也就是這兩條溪的關聯 所以其實 對我來講 其實從小在這個城市裡面看到很多的溪流 可是隨著城市的變化 都被加蓋或者是消失 可是我相信在我們記憶裡面不會消失 我們一直從那個過程裡面 在回想我們自己的生長的地方 那我透過 其實我自己念建築 我都很清楚 我們在研究這個建築史的時候 在談聚落 談人的發展 剛剛副市長提到 我們水跟我們是密不可分 所以我們都常常從水的觀念裡面去看 這個人群的成長 那我相信台南也是一樣 那我相信在這個 公老師的帶領之下 透過藝術的方式 重新來詮釋這樣的一件事情 讓我們更加的去認識 那對我來講 這個是一個非常好的想法 也是一個非常好的做法 那甚至呢 作為一個在地的大學 我都覺得 那是很重要的大學的社會責任 怎麼樣把這個大學裡面的知識 我們大家覺得遙不可及 或我們覺得很深的東西 透過最淺的方式 最淺顯易懂的方式 更生活性的方式 去跟我們所有的市民對話 我覺得這也是400年的歷史發展裡面 我們要不斷的去對話 我們才能更認識我們自己所在的地方 我們更愛我們自己的地方 我們才有可能去為我們未來這個地方 做出更多的努力跟貢獻 那我想今天在這個機會呢 非常謝謝大家的努力 也看到了市府團隊的努力 看到這個各個層次方面大家的共同參與 讓這個事情呈現在所有市民的眼前 做一個市民 我覺得那是一個非常高興的一件事情 也是予有榮焉的事情 也預祝我們這次的展覽順利成功 也謝謝大家身體健康 萬事如意 謝謝 好 這次謝謝來自於國立潘的藝術 謝謝大家